古者为有君臣上下之别 为有夫妇非匹之和 受处群居 以利相争 于是智者诈于 强者凌弱 老幼孤独不得其所 故智者假重利益尽强虐 而报仁指 为民心力除害 正民之德 而民失之 是故道数得行 出于贤人 其从一理照行于民心 则民反道以 民误处 为是非之分 则赏罚行以 上下设 民生体 而国都立以 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 民体以为国 君之所以为君者 赏罚以为君 至赏则愧 至罚则虐 财愧而另虐 所以施其民也 是故民君 神居处之教 而民可使居至 战胜 守顾者也 夫赏众 则上不给也 罚虐 则下不信也 是故民君 是食饮吊商之礼 而勿属之者也 是故立之以巴正 金之以衣服 富之以果果 贵之以王尽 则民亲君可用也 民用 则天下可治也 天下道其道则治 不道其道则不治也 夫水波而上 尽其遥而复下 其事故人者也 故得之以怀也 微之以畏也 则天下归之以 有道之国 发号出令 而夫妇尽归亲 于上已 不法出现 而贤人 劣势尽功能于上已 千里之内 数不知乏 义母之父 尽可知也 至辅悦者 不敢让行 至宣眠者 不敢让上 焚然若一父之子 若一家之时 义里明也 夫下不待其上 臣不待其君 则贤人不来 贤人不来 则百姓不用 百姓不用 则天下不治 故曰 得亲则君微 论亲则有功者微 令亲则官微 行亲则百姓微 而明君者 审进迎亲者也 尚无迎亲之论 则下无异性之心已 为人君者 被盗弃法 而好行私 为之乱 为人臣者 便故异常 而巧官已产上 为之疼 乱志则虐 疼志则北 四者有一志 拜敌人谋之 则故施舍 悠有已济乱 则百姓月 选贤遂财 而礼孝帝 则监为止 要淫义 别男女 则通乱阁 贵贱有义 轮等不渝 则有功者劝 国有常事 顾法不饮 则下无怨心 此无者 心得宽过 存国定民之道也 夫君人 则有大过 臣人 则有大罪 国所有也 民所君也 有国君民 而使民所物置之 此一过也 民有三物 不不其民 非其民也 民非其民 则不可以守战 此君人者二过也 夫臣人者 受 君高掘众路 至大观 被其观 以其事 目君之色 从其欲 阿尔胜之 此臣人之大罪也 君有过而不改 未知道 臣当罪而不诛 未知乱 君为道君 臣为乱臣 国家之衰也 可作而代之 事故有道之君者 执本 相执要 大夫执法 以目其群臣 群臣尽致竭力 以义其上 伺守者得择制 义择乱 故不可不明 舍而守顾 惜者 圣王本后民生 审之或福之所生 事故甚小是微 为非所便已根之 然则造作 奸邪 伪诈之人 不敢是也 此理正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 强有尔 伏扣在侧 强有尔者 微谋外泄之位也 伏扣在侧者 沈宜的民之道也 微谋之谢也 剿父习主之请而自由特也 沈宜之得民也者 前贵而后见者为之躯也 民君在上 便辟不能实其意 刑罚即尽也 大臣不能亲其事 比党者诸 民也 为人君者 能远禅禅 费比党 淫备行实之徒 无决裂于朝者 此止诈居间 后果存身之道也 为人上者 至群臣百姓通 中央之人和 是以中央之人 臣主之身 致令之部于民也 必由中央之人 中央之人 以缓为吉 吉可以取威 以吉为缓 缓可以惠民 威惠迁于下 则为人上者 威以 贤不孝之之于上 必由中央之人 财力之贡于上 必由中央之人 能亦贤不孝 而可威党于下 有能以民之财力上 献其主 而可以为劳于下 兼上下 以还其私 决志而不可加 则为人上者 威以 先其君以善者 亲其赏而夺之实者也 先其君以恶者 亲其行而夺之威者也 额言于外者 携其君者也 御令而不出者 忧其君者也 赐者一坐而上 下 不知也 则国之威 可坐而待也 神圣者王 人智者君 无勇者常 此天之道 人之情也 天道人情 通者智 从者从 此数之因也 是故始于患者 不与其事 亲其事者 不归其道 是以为人上者患而不劳也 百姓劳而不患也 君臣上下之分所 则理智利矣 是故以人意上 以利矣名 以行一心 此物之离也 心道进退 而行道掏感 进退者主治 掏感者主劳 主劳者方 主治者元 元者运 运者通 通则和 方者直 执者顾 顾则信 君以 利和 臣以劫信 则上下无邪以 故曰 君人者智人 臣人者守信 此言上下之离也 君知在国都也 若心知在身体也 道德定于上 则百姓化于下矣 借心形于内 则容貌动于外矣 正也者 所以明其德 知德诸己 知德诸民 从其理也 知诗诸民 退而修诸己 反其本也 所求于己者多 故德行力 所求于人者少 故民亲给之 故君人者上住 臣人者下住 上住者 寄天时 物民力 下住者 发地力 足才用也 故能是大义 审时节 尚以礼 神明 下一亿辅佐者 明君之道 能具法而不阿 尚以匡主之过 下以镇民之病者 忠臣之所行也 君子时余道 则一审而礼明 一审而礼明 则伦等不渝 虽有偏族之大夫 不敢有信心 则尚无微以 其民时于力则作本 作本者众 能以听命 是以明君力事 明知至于上 有草木之至于时也 故民于则流之 民流通则于之 觉知则行 塞之则止 虽有明君 能觉知 又能塞之 觉知则君子行于礼 塞之则小人赌于农 君子行于礼 则尚尊而明顺 小民赌于农 则才厚而备足 尚尊而明顺 才厚而备足 四者备体 请识而亡不难以 四之六道 身之体也 四正五官 国之体也 四之不通 六道不达 约诗 四正不正 五官不官 约乱 事故国君聘期于异性 设为职地 命父 宫女 尽有法治 所以至其内也 明男女之别 昭贤夷之节 所以防其间也 是以中外不通 缠特不生 复言不及观中之事 而诸臣子弟无宫中之交 此先王所以明得与奸 昭公威思也 名利宠舍 不以竹子商议 礼斯爱欢 事不并论 绝位虽尊 礼无不行 选为兜角 帽之以衣服 精之以张其 所以重其威也 然则兄弟无见系 禅人不敢作矣 顾其立相也 成功而加之以德 论劳而招之以法 参武相得而周举之 尊氏而明信之 是以下之人无见死之计 而聚立者无欲怨之心 如此 则国平而民无特矣 其选贤遂才也 举得以就列 不类无德 举能以就官 不类无能 以德掩劳 不以商年 如此 则尚无困 而民不幸生已 国之所以乱者四 其所以 亡者二 内有一妻之妾 此功乱也 树有一世之子 此家乱也 朝有一相之臣 此国乱也 任官无能 此重乱也 四者无别 主师其体 群观彭党 以怀其思 则失足以 国之己臣 音约必谋以相待也 则失缘以 失足于内 失缘于外 此二王也 故妻必定 子必正 相必直立以听 官必忠信以静 故曰 有宫中之乱 有兄弟之乱 有大臣之乱 有中民之乱 有小人之乱 无者一作 则为人上者 威以 宫中乱约 杜芬 兄弟乱约 党偏 大臣乱约 称数 中 民乱约 哲尊 小民乱约 财愧 财愧生薄 哲尊生慢 称数 党偏 杜芬生辩 故正民积以 行杀即进 则内定以 顺大臣以功 顺忠民以行 顺小民以悟 则国风以 审天时 悟地生 以吉民力 尽淫悟 劝农工 以执其无事 则小民志以 上积之以数 下十五以征 尽其最福 以顾其意 相述之师 以遂其学 观之以其能 即年而举 则逝反行以 称德度工 劝其所能 若积之以中风 若认以社稷之认 若此 则途反于情以 尽其 词 词